大家好 我是Gin Rai Shin 歡迎收看我的頻道 Gin Rai Shin 其實這一話我不是很想做的 因為這個劇情真的實在太... 有點像鬧劇的感覺 但因為又被人吹噴 種種因素令我最後決定為這一話作出觀後感和感想 不過這一集我點車而已 不喜歡不要憑啊 請問我一件事 這一天耶律齊的妹耶律宴有時情想找他阿哥 可惜耶律齊有工作在身不方便 於是就吩咐郭芙去幫他的妹妹 聊了一下才知道原來耶律宴心愛的寵物狗仔不見了 於是郭芙就打算找楊過幫忙一起找耶律宴的狗仔 但剛好楊過和小龍女就被這一位我暫清他為老頑童的角色 潛至走開 沒辦法啦 於是郭芙就和耶律宴兩個一起去找那隻狗仔 狗仔? 這隻狗竟然又逆? 你懂什麼? 我們蒙古的狗說有逆懂得飛的 新品種嗎? 奇怪啦 為什麼他一直在地上不懂得飛上天的呢? 小姐你隻狗又不懂得飛有多出奇啊 你都不知道我國家的那隻雞 懂得飛上去但又不懂得怎麼下台 吳家產? 平時和狗仔一隻狗狗去到哪裡呢? 原來是狗男女? 看來這隻狗仔因為不見了狗狗狗 所以內心受創而導致沒有辦法飛起你 那真是有點棘手啊 就在這個時候已經知道狗狗的下落的楊果和郭靖就前來作爭了 又以陌生的面狂出現在狗仔的面前 加上了兩位的樣子又有點凶神惡殺 嚇到狗仔又哭又吠 最後郭靖就對著狗仔說 我知道那隻狗狗在哪裡了 趕快點回去狗狗的身邊啦 中原很危險的 講完就使出九陰真意的上天梯 砰呀真的把狗仔趕出中原了 但是因為這樣可以讓狗仔餘回他的狗狗 最後兩個人在阿米 兩隻狗就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故事就暫時結束了 聽完這一集我本身都沒什麼好說的了 所以我才把時間和精靈放在上面的 我搞小劇場 我只可以說這一集劇情的安排 無非是想讓A.I.G.知道 男主角和上班族男是Ultraman的 那A.G.會不會對上Ultraman呢 我就no comment了 所以我過日並不是很想 稱為竹馬這麼快 會知道男主角的身份啦 Anyway 劇情都發展到這個地步了 還可以怎樣呢 我只知道一件事 就是任何是傳以後都通用的語言 你們認為呢 看到這十集我大概推斷了下節落裡的劇情發展 上一集我推測的是Baria需要收集Nitle Star的原因 既然他只是用Ultraman來收集Nitle Star 但是他已經跟所有的Ultraman為敵 那究竟他要去哪裡找Ultraman呢 最快的方法就是自己create一個Ultraman來協助他 因此我大膽不推測 主導是Baria利用自己的DNA所培養出來的Jingo Ultraman 那樣就有可能說明 為何主導在解除變身後 需要等下20個小時才可以再次變身 而且Baria一次又一次地為主導留一手 不知你們怎樣看呢 不妨在影片下面留下你的Message和我Share Share 等著那麼多 下一集的劇情應該會開始解開男主角的身世 以後跟我所推測的會不會大同小異呢 再說 Ultraman 主導出身間至今都已經是第三個月了 根據過去的發展 主導應該是時候要獲得新的力量 至於你的原生狀態 估計應該多了去才會出現的 到時候我們一起來見證吧 最後除了多謝大家支持我之言 也有一點東西想買給大家的 如果你不是subscribe我的channel 請按這邊你支持我 如果你已經subscribe我的channel 可以按這裡的小叮噹 這樣說你又可以第一時間知道我所發布的最新影片了 By the way 如果你喜歡我這個影片 請你給我一個like 不是share出去給身邊的朋友 如果你有什麼想說的話 歡迎你在影片下面留個message給我 不要忘記去我的facebookfam page 給個like我 以及follow我的instagram 在這裡會有幾個推薦的影片 有興趣的話可以點擊進去觀賞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要怎樣subscribe我的channel的話 那你就可以點擊這個投注來subscribe我的channel 這樣你又可以第一時間知道我影片的內容是怎麼吞的 それではまたね